乾隆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 他的后宫妃嫔也很多 一生共娶了41个妃子 但是乾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风流皇帝 相反 乾隆一生都在思念复查皇后 复查皇后离世后 乾隆一个活在无尽的思念中 世间再无一个女子能如此牵动她的心 我们很诧异 虽然历史上有过一夫一妻的皇帝夫妇 但是乾隆怎么看都不像如此深情的人 复查皇后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乾隆在多年后还对她念念不忘 乾隆在复查皇后死后 给复查皇后最高规格的葬礼 写下无数道王室 大家也许会觉得 乾隆要是真喜欢复查皇后 后宫就不会有那么多妃嫔了 我们看问题不能脱离那个时代 乾隆从小接触的教育里没有一夫一妻 他们的生活中三妻四妾才是常态 面对复查皇后 乾隆是有感情的 但不是非要用一夫一妻的形式去表达 乾隆在复查皇后死后 做了许多疯狂的事情 清朝一般皇后去世 皇帝不会有太多的感情流露 那时候的乾隆不是皇帝 而是一个失去妻子的男人 而为何只对复查皇后念念不忘呢 乾隆与复查皇后青梅竹马 两笑无才 多少人梦寐以求 去到的妻子是自己的青梅 乾隆做到了 古人特别羡慕青梅竹马能够在一起 古代都是盲婚雅恰 在新婚之夜才能看见对方长相 婚后生活一段时间 才知道对方性格好坏 如果是青梅竹马 从小之根之底 可以省去磨合器 那就是天作之河的完美婚姻 乾隆与复查皇后就是完美的婚姻 复查皇后出身相皇旗 相皇旗是上三旗之首 这样的出身注定复查皇后的夫君 必定是王公贵族 复查皇后是雍正亲自给乾隆挑选的妻子 雍正满意复查皇后这个儿媳妇 在二人成婚后 雍正还特意把长春仙馆赐给他们夫妇 这足以看出雍正很满意二人这段婚姻 当时雍正已经把乾隆当作继承人来培养 复查皇后的言行举止能让挑剔的皇家满意 自身就是一位聪慧的女子 复查皇后先后为乾隆生下四个孩子 长女夭折 两个儿子也不姓夭折 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女儿 何静公主 何静公主远嫁蒙古 但是不要觉得乾隆不疼爱这个女儿 乾隆爱无极物 非常疼爱复查皇后生的孩子 公元1754年 乾隆去击败祖陵 路过科尔基蒙古 真诚去看何静公主 当时何静公主的丈夫犯了死罪 来保在宴席间向乾隆进言 希望皇上念及孝贤皇后 怎么忍心让何静公主守寡 乾隆弟听罢 免去了俄夫的死罪 复查皇后生的两个男孩 都曾被乾隆立为太子 要知道皇帝很少有早立太子的 都是怕太子夺权 但是乾隆相信自己和复查皇后的孩子 是最合适的继承人 乾隆对于立复查皇后的孩子 当太子有执念 他们的第一个皇子永远 一出生 乾隆就悄悄把他立为太子 他旨意藏在乾隆公正大光明派遍后面 可惜永连早邀 悲痛欲绝的乾隆多日不去上朝 决定公开立旨 追封永远为端回皇太子 这是复查皇后和乾隆 美满婚姻的第一个打击 这个承载着 二人期待的皇子去世时 乾隆表现出的难过是真实的 我们觉得乾隆是皇帝 做皇帝必须心狠手辣 这个时候的乾隆是个悲伤的父亲 乾隆性格中有追求完美的一面 在他的设想中 他和复查皇后会活到耳孙满堂 然后他退为给复查皇后生的孩子 二人相伴一生 我们看 虽然复查皇后早逝 但是乾隆强制所有人不能忘了他 复查皇后虽然去世 但是在乾隆的深情下 并没有被遗忘 乾隆执着想要找回旧日的时光 但是他只能一个人活到头发花白 复查皇后在乾隆心目中不会老 不会犯错 永远是他们热恋时的样子 复查皇后陪伴乾隆走过最美好的时光 乾隆是皇帝 他什么都不缺 按道理也不缺像复查皇后一样 善解人意的美人 但是乾隆心目中的复查皇后 是独一无二的 是经过不断美化的 是乾隆情感的寄托 复查皇后死在最好的年华 他在世时 乾隆能放心把背后交给他 复查皇后是贤妻的典范 乾隆在乾朝盲政武 他就在后宫侍奉皇太后 打理后宫不让乾隆因为后宫所是伤身 如果说复查皇后的品行是母仪天下的典范 乾隆在刚登基称帝时 就是能与之相配的明君圣主 如果复查皇后能一直在后宫赴佐乾隆 乾隆也许不会有好大喜功的毛病 我们常常羡慕皇帝的生活 美女如云 手握生杀大权 但其实皇帝不是那么好当 后宫也不全是节语化 有些美女是有毒的 复查皇后无论出身还是言行举止 都能押服后宫主人 复查皇后的存在至关重要 它使乾隆的后宫保持微妙的平衡 如果后宫里没有一个可以令后妃心服口服的皇后 后宫一定会出乱子 后宫与乾朝息息相关 可能会造成朝堂动荡不安 复查皇后在世时 乾隆的后宫和和美美 乾隆只需要处理朝政 他相信聪慧的复查皇后会搭理好后宫 复查皇后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 他心怀慈悲 赏罚分明 获得宫内众人的尊敬 后宫因为复查皇后的存在 其乐融融 作用后宫三千的乾隆 复查皇后在他的心中如此特殊 复查皇后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们知道皇帝的后宫不缺美人 从观史书 很少有皇后能像复查皇后一样 被皇帝念念不忘 后宫争宠存出不久 复查皇后能让乾隆念念不忘 因为他最懂乾隆心思 复查皇后生性节俭 不喜欢金银饰品 偏爱融化 乾隆喜欢复查皇后清水出芙蓉的样子 盛赞复查皇后的节俭作风 复查皇后身为一国之母 能以身作则过简朴的生活 真的只是性情原因吗 历陶历代都推行节俭 乾隆后期虽然铺张浪费 但是他的父亲雍正在位时非常注重节俭 尤其不喜欢后宫妃嫔大半太阉 乾隆为人子 熟至雍正的喜好 自然投其所好 推崇节俭 复查皇后出身名门大族 对这些秘文肯定了解 复查皇后的节俭作风 其实是顺从皇帝的心意 在乾隆没登基时 雍正很喜欢复查皇后简朴的作风 觉得这个儿媳妇的行为 符合一国之母的标准 复查皇后从来没有给乾隆拖后腿 相反 她最懂乾隆的心思 乾隆跟复查皇后谈满舟就俗 复查皇后连夜给乾隆用用鹿尾绒毛做了个碎囊 复查皇后是如此知情识趣 难怪乾隆一生念念难舍 家人独处 复查皇后没有把自己当皇后 她把自己当成乾隆的妻子 尽力照顾好乾隆 乾隆生病时 复查皇后像普通妻子一样 寸步不离 直到乾隆痊愈 没有一个人能再给乾隆加的感觉 复查皇后的一生很短暂 乾隆很难接受复查皇后去世的消息 我们知道世间有很多愿望 但是乾隆和复查皇后是幸福美满的一天 如果有一天最懂我们的那个人离开了 我们也许也会像乾隆一样 一辈子都忘不掉 乾隆其实一直活在复查皇后还在的时候 他不停地追忆就是怕忘记最爱的人